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开始美国队在第一跳的时候就展现出不熟的竞技状态 这一跳他们得到了49.20分占据第一的位置 结果随之王中元和西思逸在第一跳的时候就爆发了 这一跳不管是顿着同步还是露水 他们都做得非常到位 这一跳他们得到了55.80分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其中有一位裁判忍不住打出了满分10分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在第二跳的时候王中元和西思逸再次经验全场 这一跳他们完成了无可挑剔 这一跳他们得到了57.60分的高峰 其中有三位裁判再次忍不住打出了满分10分 比赛进入自选动作阶段 美国队在第三跳的时候完成的相当不赖 这一跳美国队得到了83.60分占据第一的位置 而王中元和西思逸在第三跳的时候继续展现他们的稳健 这一跳他们得到了86.70分继续巩固自己第一的位置 在第四跳的时候 王中元和西思逸更是得到了90.78分的高峰继续领跑 前四轮结束 王中元和西思逸已经领先第二的美国队近23分了 不过在第五跳的时候王中元和西思逸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这一跳王中元和西思逸只得到了77.76分 而美国队在第五跳的时候表现抢眼得到了86.70分 将二者的差距破尽了 这确实也让人捏了一把汗 在最后一跳中美国队配合还是可缺可点的 他们得到了88.92分的高峰占据第一的位置 这也给了王中元和西思逸不小的压力 不过王中元和西思逸在最后一跳中将压力转为了动力 只见王中元和西思逸超长完成了最后一跳 王中元和西思逸最后一跳得到了99.18分的全场最高峰 最终王中元和西思逸以总分467.82分无旋力夺冠 而美国队落后近24分获得亚军 全场一共6跳 王中元和西思逸就为我们奉献了4个满分10分的动作 要知道三米板不比十米台 只要拿到满分10分是很难的 更何况还是双人挑水 就显得更加难难可贵了 中国队也弥补了上一届在该项目中没有金牌的遗憾 王中元和西思逸这枚金牌也是本届奥运会中国队夺得的第十一季 只能说王中元和西思逸真是好样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下的地区赛事 有我大手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会